今天的AT个股推介是阿里巴巴9988 简选原因是内地经济复苏未如预期 港股近期走弱 南筹股报入业绩的高峰期 市场焦点预料会转移 权重股阿里巴巴星期三会放榜 业绩表现或者会左右大市的方向 阿里巴巴明天会公布6月底为止的季度业绩 由于疫情影响消费和物流 中金最预计阿里巴巴上一季的收入减少3% 试至到5月商业成交的金额GMV跌幅明显 虽然618期间GMV实现性增长 但全季核心电商GMV预料仍会减少9% 疫情期间商家支出意愿减弱 预计零售商业客户管理CMR收入恢复较GMV慢 全季会减少1成 彭博综合预测 阿里巴巴上一季经调整的盈利 预料岸年会减少3.8% 今季跌幅明显收窄至2% 未来两季就会重拾增长 按年分别增长6%和4.3% 2023财年经调整的盈利 预料岸年会跌8% 由于被美国列入预测排名单 消息拖累阿里巴巴股价昨日跌超过3% 收报89.6% 形态上考验3月份延伸以来的上升轨 策略上阿里巴巴短期的股价预料会波动 策略上适宜后季绩公布之后再策部署 后市如果$180关不失 可以在那个水平附近买入 反弹目标先是$106 跌穿$74就要止舍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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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